大家好,我是刚哥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问我 吃了这个西滴奶肥以后 不管是了 问我有没有更好的那个药 他平时买的话一买就是五六合 瞎子感觉不管用 问我有没有更好的 我跟他说你年纪轻轻的二十多岁 应该是吃这个药有效 怎么还要放其他的药呢 看你这个每次买的这个量也不少啊 最后他告诉我 他在夜总会工作 平时接触的人也比较多 也比较杂乱 由于年轻 过度的消费 放纵自己的生活 每天晚上忙得不睡觉 抽烟喝酒也挺多 生活比较混乱 刚开始的时候 一天一次小剂量的服用 效果还挺好 随着次数的增多 要求也在不断地增加剂量 到后来用上最大的量以后 效果还是不好 还是不满意 我询了他一下身体好不好 有没有其他方面的疾病 他告诉我说 他平时的身体就比较虚弱 营养也不是很好 我了解到情况以后 告诉他 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 不能过度 晃重自己 搞垮自己的身体 吃这个药的时候 他也有注意事项 就是有心脏病的不能吃 心脚痛 心梗的不能用 第二个就是血压底的人 也不要用 最后我建议大家 在年轻的时候 不要过度地消耗自己 这样对自己身体的健康情况 有很大的影响 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讲到这里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长点赞键三秒 谢谢关注 下次见